大家好,我是小草 这两天都是阴雨天,早上外面下着茫茫气雨 今天的温度也比较低,只有17度 早上趁着雨下的比较小,去地里包了点菜叶过来喂鸡 每天这几只鸡,已经习惯我过来喂它们青菜了 一听到我的脚步声,就赶紧跑过来,知道有吃的了 在网上买的几只绿壳麻鸡,因为今年夏天温度太高 不太好养,只剩下两只了 这种绿壳麻鸡说是下绿壳鸡蛋,但目前为止还没开始下蛋 养了也有四个多月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,个头特别大 吃的也多,一只鸡最少有五六斤重 这个麻鸡特别能吃,食量也大 别看它个头大,怂得很 经常被几只老母鸡欺负,也不反抗 跳到架子上面的,是刚买没多久的两只新鸡 卖鸡的说买回来就可以下蛋 反正我是好吃好喝的招护长,目前为止还没见着蛋的影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,下期再见了